但最近發現三宗個案都是由香港居民 由外地反港傳入 所以在採訪亦都是最新的一些意見 這裏公佈了我們最新的限制指數和相關的評論 進入第二部份就是我們常規調查的結果和評論部份 先看看這次最新的調查是 我們講的兩項政治人物文案的調查 先是兩個階段 是有提名階段以及評分階段 提名階段是在6月底7月初進行 就是6月30日到7月8日進行 總成功樣本送戶是1003個 當中503個是顧網 另外500個是手機樣本 然後是評分階段 評分階段是7月19日到22日進行 總成功樣本送戶是1000個 包括499個顧網 另外501個手機樣本 兩次的十項回應比率都是接近50% 也都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全國人口年齡性別分佈 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身份 就要反覆多重加強法來進行調整 看看最新的數字 第一部份就是提名的百分比 第二部份就是評分的數字 因為我們每半年是做一次最新調查 所以對比上次見過 就是對比大陸半年之前的數據 在提名百分比方面 就有兩位政治人物 提名百分比是相當高的 他們分別是 第一位是習近平 另外是第二位是蔡英文 他們的提名比率都是高於七成的水平 具體來說 習近平的比率是81% 即是說有五個市民裏面 有四個都是會提名 習近平作為等案政治人物 就進入第二階段的評分調查 蔡英文的提名比率是70% 兩者的最新的數字 都對比上次有輕微的變化 但不是這麼容易的轉變 排名第三和第四位 分別就是尼克勤和馬英九 他們的百分比同樣都是25% 在馬英九方面 他這次的提名比率 有明顯的下跌 就跌了六個百分比 然後再接著第五至第七位 分別就是胡錦濤、溫家寶和江澤民 他們的比率分別是19%、17%和17% 即是大概每五至六名的香港市民當中 就因為都會提到他們的最新的評分階段 再接著排第八是15%的陳水變 然後是排第九的王毅 王毅這次有比較明顯的上升 最新的百分比是8% 上升幅度是4個百分點 排第十就是朱鎔基8% 以及排第十一、二、十二的王毅生 以及排蘇貞昌 同樣都是百分之五的 所以大家見到 除了在排名首 可能三、四位比較多人是熟知之外 而相對都是比較少些 市民也是會評判得到 重點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評分階段的最新的文明數字 我們是以0至100分 是給市民告訴我們 他對這些政治人物的評分 按照評分由高至低排序 60分以上有兩位 他們分別是朱鎔基和溫家寶 數字朱鎔基是64.5分 另外溫家寶是61.2分 朱鎔基的分數對比大概半年之前 下跌了3.1分 但是這個跌幅是定不明顯的 然後接著大概有五位 是在50至60分這個區間段 按照順序分別就是 胡錦濤57.9分 李克強56.9分 習近平55.4分 有明顯的上升 比比上次是上升了4.5分 然後馬英九51.1分 以及方鎮50.4分 除了有一位是剛才提到 有明顯的上升 其實幾位在50至60分區間段 有大部份都是有上升的 接著就是首次上榜 王毅49.1分 緊接著就是蔡英文48.6分 對比上次有明顯的下跌 幅度是4.2分的下跌 跟著就是層水便 就在我們叫做十大內地 及政治人物的排員檔 就是廣闊的 分數呢 平均值是26.3分 對比上次是下跌了1分 有另外兩位呢 因為認知度相對較低 所以即使進入了我們評分調查 在評分最後的時候 按照著認知度下跌 他們的排相對較後跌 就不列十大 他們分別就是王毅3 以及蘇貞昌 我們就著這些最新數字 我們都按照著我們的歷史記錄 做了一些圖表 這裏是其中一幅比較長的圖表 就是由97年到現在 即是97年到今年2021年的最新數字 當然大家想上目落 等待我們可以有評論嘉賓去講解 大家都會見到 在過去大約兩年後 會有個比較明顯一些的變化 即是說會有一些政治人物 會有急跌 但是亦都之後上升 同時間有些政治人物是有上升 之後又跌下來的 今次我想比較去講一講 就是其中一位就是蔡英文 因為我們的數據分析的層面 我們見到蔡英文的評分 跟其他政治人物似乎有個反向的關係 因為如果大家看回 在2019年的時候 蔡英文的評分急劇上升了 但是在過去一兩年 又慢慢再回落 但是這個現象 在其餘的政治人物身上 其實是反向的 即是說在2019年的時候 大部份都是下跌居多 在2021年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回升 所以今次在數字上 都看到這個有些特別 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 我們由夫子最精湛的評論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交給夫子 和夫子進行 今天相關兩岸政治人物 民謀的最新評分 謝謝夫子 謝謝 多謝大家 我們看這個表的時候 首先要了解一下大環境的變化 因為這裏是半年的 而這個大環境半年裏面 大家比較深印象 一定是近期的事件 是多過半年前的事件 在近期的事件裏面 有兩件事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件事 對內的 即是在國內的環境裏面 或者兩岸環境裏面 河南大水是一個很明顯 尤其是近期很觸動大家的關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尤其是裏面是引發很多不同的爭論的 以至是到現在沒有答案的 譬如好像說 最令人震撼的就是河南地鐵五號線 那個死亡事件 官方的數字是十幾人死亡 但是這個數字 現在只能夠是相信官方 因為只有它才掌握到 所以現在這個數字上面 以至官方到今時今日都沒有完全 將包括失蹤的數字 是說出來的 因為在國內失蹤並不等於死亡 這個就是一個統計方法的問題 但是會引起懷疑 這個是其中一個 令到大家對近期的事物 尤其是這個河南大水 因為這個河南大水 已經不再單單在河南出現的 在其他一些地方 一些地方的領導都做了一些預警等等 這個我稍後再詳細講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河南的大水是引發大家關注了實情 另外一個宣傳戰 即是說你怎樣去引導大家認識實情 還是說宣傳和實情有差距呢 好了 接著出現的就是危機處理的方法 現在大家慢慢發覺 裡面有很多危機處理不善 以至行政失當的原因來的 所以自然令到大家對於這個事件 以至領導層的表現 然後去進行這次的評分 這些參考的事件都必須要注意 即使有很多是地方性的行政措施 譬如說當時河南省委馬上就說 我們已經是說了有預警的了 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劉陽生 他就拿這個擺出來說 我一早就說完了 然後就說 接著他們又提出一些很具體的指示 那個具體指示呢 大家再聽回就會發覺很搞笑的 他具體指示 我說了預警了 知道有大雨了 大雨水來了 但是他接著說 我們要做各方面的準備 譬如說重大的水利工程不要出事 重大的交通不要中斷 保持居民 家裡長期不要積水等等 如果是按中國的政治文化 大家可以看到 上級這些行政指令的指示 往往是有效於 他的預報裏面的內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到後來說要在上面洩洪 洪水 如果你不洩洪水 水壩就會倒了 這個是不是符合當地政府的要求 重大水利工程不要出事 你一符合它的時候 你就要排紅了 好了 排紅這個是一個科學水利工程的決策 而當時其中一些水庫的領導層 它也都按照指示一層一層上報的 所以他們又通知當地地方政府 再通知他們作出決策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預報只不過是一個醒醒的狀態 預報是不可能取代正式的行政命令的 如果你這個行政命令 是由本身的單位自己看見危險發了出去 因為往往是被追究有沒有政治責任 所以他們一定是曾經上報的 報到之後 會不會再將這個變成一個正式的行政指令 譬如你說停課了 停課不是每一間學校自己可以做到的 一定是由教育當局宣佈停課 你才可以停課的 結果這裏中間就出現一個短層 水壩那些負責人說 我已經說了一定要洩洪 誰知道有關方面 現在看回可見的資料 有關方面就說好洩洪撤 但是在水壩附近周圍的鄉村 於是幾萬人幾萬人就走了 這個官方是作為宣傳重點來的 我已經做了事了 但是到今時今日外界都找不到 在鄭州市官方發出來的洩洪的正式通知 那變成了當地那些居民 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上面洩洪 但是當洪水一來到的時候 大家看看這個視頻 你就會發覺那裏的水 如果你是鄭州落大雨 那些水是應該慢慢慢慢上升的 但是現在看到那個影片 不是的 是湧到來的 所以衝進去那個隧道裏面 大家看到那個水勢 官方的解釋就是隧道裏面 就一早是有車 但是已經疏散了那些人 那些人已經走了 我們又講回官方的版本 所以它在隧道裏面 它沒有太多死傷的數字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這裏我就指出其中一個 你行政是否又失當呢 跟著大家順藤摸瓜了 就摸到什麽呢 劉陽生是今年六月才調去河南做省委書記 他跟著就說 我要預警就做好了 變成一個帳 如果行政失當 最低限度為何沒有發出這個洩洪的通知呢 這個要講到鄭州市的政府 鄭州市現在的領導層 如果再數下去 其中有一個是水利專家來的 是杭州大學讀水利的 那跟著呢 它也都調去鄭州兩年了 不是劉陽生那樣 我六月才到 所以我的東西不關我的事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杭州大學得意的水利工程系的領導人 它扮演了一個什麽角色呢 大家如果再追深些 這個是國內自己公開的資料來的 劉陽生當時就在浙江裏面 跟習近平的一個官員 另外鄭州市市長都是在那時候 在浙江的 不過級別是低的 不能夠說是直接的浙江新軍 那變成這些呢 其實不是我們講的 是國內很多的媒體 以致網上 是將這些的訊息披露出來 那這裏呢 就令人感覺到我剛才所講的 實情是有很多懷疑 跟著宣傳和危機處理 這些都是要政府具體的行政 例如說 現在大家在河南 尤其是它就說了 地鐵裏面那個災難 其實是否可以避免的呢 因為你發了異警 你就知道這麽多大水來 而每個地鐵 包括香港地鐵 它一定會有一個比較完善的 那個排水系統 但是現在發覺呢 就是地鐵的或者鄭州市的交通部門的負責人 它是不是側重了上級的指示 重大的交通 不要中斷 是不是聽了這個指示 所以就是沒有停洗呢 還是說它已經建議了停洗 而官方沒有正式宣布呢 這個細節我們未知的 所以這裏呢 就已經是出現了很多 你的宣傳技巧呀 你能不能夠取信於民 這個取信於民 不單止是你長期建立的可信性 還有的就是 現在大家看到官方直接或間接流出來的消息呢 已經令人感覺到最低限度呢 是地方官員有卸責之意 這個未必是中央的 我經常講 很多時候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政治問責文化 中國是著重直接問責 不是間接問責的 就是高層那些是一個政治領導來的 所以劉揚生說 我已經發了預警啦 具體你們現場要執政啦 那這個是一個政治文化的gap來的 一個区逢 好了 即使講回那個現場地方官員 大家立刻問了 最早期一出現 因為這次的調查呢 是到7月22號的 即是說7月20號的最猛烈的洪水 他們是講一小時裡面 鄭州的雨量是等於北京半年的雨量 這些從科學數據呢 都有 我都不否定的 只不過是說 當時的宣傳 第一樣東西馬上出來的就是 這次大水很厲害 是千年一遇的 大家記不記得 再看回報道 還有一個講法 是五千年一遇的 而且 據香港報道 大家看回《明報》 它引述了鄭州市 以至河南省水利廳等等的數據 五千年一遇的 五千年一遇 一千年一遇 不是我們講的 是他們去採訪 除非你說採訪上面 是有出入了 但是現在官方都沒有收回 那時候講了的這些預報 或者預警 大家就立刻想了 一千年的大水資料 好 你就說 姑且相信你有 大宇治水都超過一千年 但是五千年 那個大水的紀錄哪裏找呢 中國有文字紀錄 大致上三千多年 其他的來講 全部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 不是文字上的歷史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有沒有射閘呢 跟著大家你看看官方公佈的數據 是多數有利於官方 卸了一個責任去天災 而很少講行政處理上面 他有沒有承認過有任何的 失當的地方呢 所以我這裏 我只不過是將一些大的環境 是會影響到這次這個調查的結果 的一些背景 先跟大家先講這個 另外呢 在半年裏面 亦都是重大的 就是中美關係 亦都是王毅經常曝光 多了 這個亦都是令到他過去沒有上榜 現在是上榜排第八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尤其是都是比較近期的新聞 大家是比較入腦的 包括了美國的代表 又去到天津 就跟王毅見面 不是跟王毅會談 是跟謝鋒副部長會談 是嗎 而這段時候呢 好像中美角力過程裏面 美國是相對 又收了手或者軟化了 包括了 包括了 美國軍方自己 不知道在哪裏說 就出了街 我們在模擬演習上面 輸了喔 美國輸了 那大家 內行的人 究竟是放假消息 還是怎樣呢 不知道了 今天不詳細講這裏 所以中美關係 亦都是一個近期影響 這半年調查的 所以這兩大事件 好了 那從這兩個大背景之後 我們去看回那個調查的數據 那如果在第一個那個數據 是講題目的 即是說在大家腦海裏面 一旦已經彈出哪個人 那這個自然呢 習近平、蔡英文、李克強等等 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這個是跟傳媒報道有關係的 那這個就很自然 不過剛才說那個重點 就是放在後面評分 那你知道有個人物 然後你給他多少分呢 那從這個表裏面 我覺得初步有三樣東西 是可以看到的 那另外其他那些 是相對細緻一些的 好了 哪三樣東西呢 第一 大家發覺排頭的三個 都是過氣的人物來的 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 從官方的媒體 以至香港的建制媒體 相對都報導比較少的了 但是他們竟然在民望 評分上面是前三格的 那這個呢 就要值得分析了 看到的現象就是 他們人雖然過氣 但是人氣是不減的 人是過氣 但是人氣是不減的 這個是很值得研究的 好了 我們再去看 那我就發覺 即使官方對於這三位的領導人 全部是大陸那邊的 他們那個報導 相對於現任領導人 當然少很多 但是網上不少 這個很值得去看 那你說網上 它是不是真的數量上很多呢 我又看到不是的 只不過是說 網上報導這三位領導人 尤其是在水災那段期間 那些短暫出現的 帶出來的影響 大家不妨可以找來看 你看看朱鎔基那些相片 其中有一些 是 首先 他這幾個領導人 是在當時大水最嚴重的時候到現場的 到今時今日 大家未看到中央領導人 在河南的水災裏面有出現過 是不是 那已經這麼久了 你說 未到由中央領導人出現那個級別 因為中國是有級別的 你說影響幾大 傷亡幾多 經濟損失幾多 是有一個級別 然後決定是 國務委員去呢 副總理去呢 還是總理出馬呢 這個我不詳細講了 很可能今次因為未到那個級別 所以中央領導人都未出 還是說河南那裏未證實 最緊要是證實 未證實死傷有多少 所以大家未到中央領導人出馬那個層面 但是大家已經開始有些怨言 跟著對比網上出現的 你看看朱鎔基 當年他是1998年的長江大水 他第一時間到現場 而且那個記錄 是有紀錄有片看到的 他是去到最危險的地方 當時已經推了一架大貨車 落個河堤 然後再落沙包 朱鎔基是去到那裡的 第二 網上流傳一張照片 是朱鎔基攬著當時那個解放軍 這些照片你說不用多的 有呢 你已經可以看到的人氣急性 再加上朱鎔基長期以來建立那個人氣 他下台之後 回清華大學 人家問他做甚麼 他說我每晚都看中央電視台新聞報道的 看他做甚麼 看他怎樣胡說八道 他這些人就很討厭 但他現在政治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大家再看溫家寶 近期網上那些來說 你都看到他有在2008年 2008年的時候又有這個寒流 廣東全部那些火車停了 電站壓低了 又有文川大地震 現在大家拿回溫家寶那些 全部是那個時候出動的 另外1991年的華南大水等等 大家就很容易看到 原來大家是感情上 在旁邊把過去的一些和現在做比較 然後你說 是不是對現在的不滿呢 有 不過應該指出它是對當地領導層的不滿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可以看到的 就是領導人雖然政治能量上面過氣 但是人氣是未消失的 然後第二點值得看的就是排第四和第五的 李克強是高過習近平 大家可以看到官方報導是習近平的新聞多的 包括了習近平下了重要指示 其中都有提到 這個我看文字 這個後來補上去的還是當時真的有的呢 不知道的 因為當時看政治局的新聞公佈 都沒有這句話的 好了 現在有的 而且很現實 還有在大水的時候 習近平在這個方面是沒有什麼人去責怪他 不過從那個行政和行程安排 我覺得暫時大家都不是一種怨言 但是成為一個社會的話題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在最大水又開始死人的數字出來的時候 習近平在哪裡呢 在西藏 如果按公關危機處理的方法 應該有人告訴他 很大件事 你應該不斷移 你都縮短行程 我不一概要求習近平說 不要去 可能他人已經到了 而且這次西藏的行程 有些人解讀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他講到邊防建設 中印關係 這次習近平的西藏之行 是代表著他已經由2012年上任以來 所有中國共產黨直接管治的省市區的行政單位 他全部去了 唯一一個沒有去過的就是台灣 你說這個從政治解讀上面 很可能都很重要的 下一個就是台灣 這些就是各自演繹 所以現在外面以至內部提上去的一個意見 其實當時他應該要縮短西藏行程 縮短就可以了 你不用取消的 然後你想辦法回到北京 因為大家就說 為什麼李克強 很特別的 李克強本身就是河南出身 起家的 他是河南 跟著在東北應該是遼寧 兩個農業大省 工業大省都做過 所以他得到中央的賞識 所以調去中央 但是河南這麼大件事 你作為探一下老鄉親 你都回來 或者你下一些命令 現在可見的就是 李克強是有下了命令 是有直接要指示怎樣做 有的 只不過是說 大家就說 你是因應當地人民 或者因應你那個危機處理的幾個 還是因應一些定了下來的規矩 未到某個級別總理不出馬 是怎樣的 不知道的 所以出現了那個的大度消息 不相信 小度消息 就不斷流行的了 我講到明這些 只不過是國內各種的傳聞 但是這個就涉及中國的公關危機處理 以至那個宣傳的策略 現在傳聞其中一個傳聞就是怎樣 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習近平在西藏 另外一個領導人 汪洋在哪裡 新疆 另外排第三個領導人 律戰書又不在北京 變成唯一 只在北京裏面 就算是所謂看著家 家裏面 真是李克強的 是否因爲這個原因 所以李克強不能去 還是因爲其他原因 肯定一種種種 我不知的 所以他不去了 或者去不到 所以這個呢 就會影響到各種的揣摘 使得大家從公開的資料裡邊 去對他兩位評分 如果再看得細緻 李克強雖然沒有作過重要指示 但是大家看國務院的新聞網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從疫情開始我們已經有留意 官媒、新華社等等 報導習近平的消息當然是重要的 這個我們不指責 因為它的文化是這樣 到最大水那幾天7月20日到24日 人民日報的頭條 還是習近平西藏之行 河南日報還要跟著人民日報上面三分之二的版面 是要講習近平西藏之行 河南日報下面三分之一的版面 才講當地的水災 而在報頭旁邊還是講習近平次所革命 這些我不否定他們這個重要性和文化是這樣的 所以從官方 即是黨報、新華社的系統 大家就看到一定是習近平的曝光度高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國務院的新聞網 你就會發覺在疫情也好在現在大水也好 李克強是透過他自己國務院的總理 這個網裡面是講很多很具體的 他做了什麼事情 下了什麼指示 新華社發稿就是李克強作了什麼指示 國務院的網很具體的 是什麼內容 跟著李克強找了五個省的領導人 一定要防止好像河南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些指示很具體的 所以在網上流傳 大家再對比的時候 李克強又不是不做事的 所以這裡就形成了李克強的評分是56.9% 也有上升 習近平的評分也上升 上升幅度是4.5% 比李克強上升的幅度還要大 換句話說 可以看到就是當地老百姓的怨言 不會去到中央 甚至上會覺得中央下了order 只不過是地方裡面的行政措施失當 好了 第三個值得看的 就是從馬英九開始 到江澤民、王毅、蔡英文等等 因為這個調查在香港做的 一定是跟香港傳媒見報的關係是大的 而網上對於台灣領導人的曝光 相對於大陸領導人的曝光是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說按正常新聞來報道 當然是蔡英文的曝光率應該比馬英九高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 她下了什麼指示等等 馬英九只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個成員 她說的話 但是我都不斷去看回香港的報道 我就發覺香港的主流媒體 例如說一些電視或者澳章 她們報道馬英九的東西 是多於報道蔡英文的 尤其是馬英九指責蔡英文的那些 是吧 都可以看到蔡英文的評分是下跌了4.5% 主要也是因為她在過去疫情那段時間 曾經一度是好像很好 後來台灣都爆疫情了 於是跟著蔡英文的處理 例如說口罩初時的缺貨 跟著有些行動被人感覺到是政治化等等 是會影響了她那個評分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亦都可以看到她在那邊的處理方法上面 我們以事論事 台灣老百姓對她的評分有起有跌 尤其是近期疫情出現問題了 等等自然是會低 至於剛才2019年那個更遠一些那個上升 主要就是因為她2019年是準備緊競選 而後來她亦都連任了 所以那時候那個評分高 跟著到她當選了之後 兩岸關係越來越低了 她在那邊包括藍營對她的指責老百姓的不滿等等 都是令到她的評分下跌的 最後就稍微指出王毅了 王毅她上榜就是因為中美的新聞 現在是世界新聞的主流來的了 即使美國她做了很多報好的國 怎樣歐美聯手 以至在南中國海 南海那裡的部署 又有四個國家他們的半軍事聯盟等等 但是大家在關注的時候 就發覺暫時是不會影響 中美那個國字合中連環那個大局的 而這段時候王毅的行程 就不單止更早時間 年初她是跟楊潔篪和美國新領導層是碰頭 然後接著就是周遊列國 不是周遊列國 不是周遊列國 是周圍穿梭做外交工作 那這一個是令到她上榜 而且那個一入就是第八了 等等這個也是跟她自己本身的工作 跟她的努力有關的 那其他王毅山那些來講 很明顯就是因為王毅山蘇貞昌 因為蘇貞昌現在那邊還有角色 王岐山主要是一个大家感觉到 习近平最近开始都不断讲反贪 在反贪这个工作上 你见现在国内有些中层的干部 是因为贪腐问题揭出了 一讲到反贪大家就自然会想到王岐山 因为他那时候可以是真正的大刀血苦的反贪 就不是到后期制止了反贪的大趋势 跟着中间又会出现了一些抹大手指 漏出来的个别的贪腐的事件 所以王岐山重新上榜 我觉得跟这里就很有关系 至于韩国瑜、李登辉、韩正 李登辉已经过身了 韩正更加不再是高雄市长等等 他的认识程度一定是减少的了 韩正因为他主要是处理国内经济、事务 香港事务的曝光率都不多 所以这些是很自然可以解释得到的了 我想大致上先分析这些情况先 然后看看有些什么大家想讨论的 我们稍后继续吧 多谢您 多谢夫子 其实我也有一点问题想请解一下夫子 然后开放现场的记者提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刚刚都在庆祝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所以我留意到这次两个人 正在一个表里面 尤其是中间部分 就是一些刚才说过 现在的领军领导的人物 看到他们有所上升的评分 反而是一些人气不減 但是在前面他的评分是有所下跌的 夫子觉得这件事 和可能共产党100周年 其实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或者关系会是怎么去理解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宣传攻势 在香港亦都很大的 在国内更加不单止在这段时候 是很早期已经铺牌了 所以我们发觉到 中国共产党党党兴100周年的社会效应 以至那个热烈的程度 在国内是非常正常的 是非常你看看 从安排的庆祝等等 他在照顾疫情的情况之下 整个气氛都很好的 但是在香港呢 我想这里呢 第一就是说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你说具体到是一些细致一点的 他在这个建党之前做了什么 或者执政之后做了什么 可能是很粗线条的 所以在香港讲的百年的庆祝里面来说 很可能香港人对于这个议题的感觉 就不是那么深 所以自然呢 就会令到大家是关心眼前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中美关系啊 或者本地新闻啊 或者这个河南啊等等的大水 那对于党兴100周年的那个关注呢 相对是少的 再加上呢 如果你说再讲过去的领导人 在100年里面 那个的出现 你看看当年 当日 7月1日 那些庆祝的活动里面 都不是个个领导人出来的 自然呢 就会是 又会淡一点的了 但是我常常觉得呢 就是说 去到这个位的时候呢 其实是 就是我个人常常跟很多朋友讲 你真是要好好地认识一下 这个中国共产党 因为它现在是执政 和是直接管治香港 所以呢 它里面好的是什么 不好的是什么 有待改进的是什么 我们很实事求是 就是合情合理合法 合策策略的策 然后有起报起 有忧度忧 有善必扬 有恶不忍 其实对我们有好处 大家更加知道怎样去回应 对执政者 都有好处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 会竟然出现了 一个不知为什么制造出来的 又不知哪个制造 又不知怎样来的 但是大家又感觉到的 政治低气压 我经常说这个政治低气压 其实对官方没有好处 我不是无端端借题发挥 而是说我今年有一本书 中共百年与香港 到最后都出不了 我不会埋怨出版商 我也不埋怨 没有人直接下过压力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都跟有关方面 有些人问我 我都说我这本书 三分一是讲共产党 曾经在香港做过有什么好事 包括秘密大营救 救了一批知识界 有生力量 包括他跟中英会谈 当时的务实等等 我当然也有批评 觉得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另外三分一是建议 为什么这样都不行呢 所以这个来讲 就很希望 刚才提出百年的问题 未来 我们不是用百年计算的 未来就是说 未来两年是怎样呢 未来五年是怎样呢 大家多在这方面去认知和想想 其实对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我想到那些东西 多数都可以过得一方面 又过得到第二方面 官方或者某些力量的人士 不要上有精神、下有精神 是经常犯的 因为上面的精神不一定死的 有时可能有弹性 但下面你很死板去理解 80分的order 你用到200分的力量 就变得上有精神、下有精神 是吧 这些对大家都不好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开放现场的提问 因为我们都有网上的听众 所以请大家提问的时候 即使用我们大会提供的麦克风 进行提问 这些女士是否可以立即提出来 可能是 好 先好 我有个方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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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些 Neo nutrition 第一次对哪些 对比以前 现在是好不斯吗 香港人的对比基础 是不是如此 香港人的对比基础 尤其是现在 在一国两制 医生在走一趟 是在 m が兩制 不断萎缩的情况 香港人就觉得 你只是一定去追溯的源头 可能性擺出來,然後我們盡量找到主持 是吧?我們不是刻意抹黑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發覺,我剛才所講的 國內那些人的怨氣不是直接軟到中央 而那個感覺是直接來自很貼身的反應的 甚至上如果你再遠一點 這個香港人是理解不了的 就是說國內現在到今時今日主流的民意 都是希望有明君出現的 香港是靠制度,國內你無論它是不是真的 但它你的意願覺得你改變不了現在的現狀 希望你的領導人開明一點,是真的這樣的 所以題外話說個笑話輕鬆一下 有個國內的人來到香港坐火車坐個頭等車卡 他以為上車就想去,後來有人查票 你要去增值的,即是給回頭等那個價錢 那個人就說,為甚麼?你都沒有這樣 你找你的領導來見我 那個跳舞員說一句話而已 我們這裏沒有領導,只有制度 這裏沒有領導的,這裏你就會看到兩種文化不同 香港現在我真的很覺得,即是官方真的要看到 你亦都不要成為加碼派 你們在做很多事是在破壞兩制 這個未必是中央的原意來的 可能他是希望有一個政治張力 這個政治張力當然有一杯水 他去到那裏一定要繼續倒下去 他保持這個政治張力才保持他的那種管治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再繼續加碼便寫 現在香港的政治張力已經不再是一杯水的政治張力 而是一個浴缸的政治張力 這些就是你下面的人,前線的人 你怎樣領會的精神 然後你看一下怎樣去具體平衡得到官民的利益 所以你剛才說的,我一點不否定 這個是國內吸收了好的 原來是這樣,多些關心一下 即使做不到事,多些關心一下 大家已經的心很舒服了 這個就是要看一下具體執行官員 和他自己本身的回應技巧 好,多謝夫妻 看看有沒有其他提問 其實那個平衡那個階段 剛才九條程度 其實那個時候移民前 其實就是張先生的問題 因為那個L.O.G.R.的事故 即是即將會到的 但也都看到可以說是反應 即是於安法的不動 出現了一個疾症 但這個關係那個平衡大利 習近平、李克強等等的 即是公共的工作 因為其實就是一個 即是進行一個心中的 即是這樣看來 這個態度香港的民主 即是對於 即是香港的民主 即是對於 香港的民主 即是香港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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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答案 即是你們 好 我想這裡來講 就要看一下 因為他的那個調查 是三天的 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四天 在這段時間裏面的主導 新聞是甚麼 這個是很自然的 大家當然是在眼前 腦海裏面出現了甚麼 就是用這些來做一個比較的 在半年前那些來講 腦海已經是印象淡忘了 好了 你剛才提到那個移民那個 這個呢 是在眼前跨時間 是相對長一些的 因為不是這四天裏面 才是移民那個新聞出來 是之前的 所以相對於 剛才所講的那些來講 又遠了少少 但是這個問題是相當好的 因為這個問題將會繼續下去的 如果是經過一個階段之後 大家就會再去計算 或者進入另外一個宣傳線 你說移民在哪裏的 有多少是屬於甚麼中產 這個人家都在統計的 是吧 那還會大家開始還會關心 有些傳聞是真是假 現在暫時知道不是真的 可能不知道何時限制出境 等等 這些來講 其實你官方那個透明度 和官方那個政策的穩定性 以至我們常常講的可預數性 就是你可以計算到的 你估計到的 你追溯到是甚麼的 你這個相對穩定 你其他的那些小道 或者假新聞 大家又會增加自己的判斷力的 所以現在來講 大家會感覺到那個移民潮 以至對移民的態度等等 或者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已經好像消化了 自然一看到現在 它在網上那個水災裏面 中央政策是有別於地方政策的 中央政策你最少看到它是救災 你說四平八穩也好 但中國的特點就是說 領導是作方向性決策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間接責任來的 一追究到的時候 一定是追究直接責任的 那官方高層就卸了這些責任 這個是另外一個弊病來的 所以可能這裏就可以解釋到 為何一方面香港那方面 其實兩制給人感覺不單是收縮 以至是很多事情是自己做得更過濃的 在這段時候大家又會覺得 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評分都提升 中間就是看大家的感受 感受哪件事為主的那個落差 又或者我數字上都做了一些補充 剛才有想過就是一些現在的領導人 在過去半年都見到有些的上升 但比如說拿習近平的數字來做一個比較 如果看回我們在08年開始 有些習近平的數字 評分數字 其實都是長期在60分以上的 自從1819年開始有下降之後 到現在即使連續有幾次的上升 現在的水平都大概維持在55分左右 即是說比過去200到100 這十年間的一個平均範圍 依然都是低一點 所以當然了 未來再半年 我們再次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數字會怎樣 當然沒有人不知道 但起碼從數字上 我們見到即使有上升 都是未回復回去 可能近100年前的水平 另一點我想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就是我們過去發佈這些 過去兩年發佈相關這組的調查數據 都有一個現象都是很 consistent 無論政局怎樣變化 都是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 這些所謂的過去領導 那個評分是比起現任在任領導人高了一節 這個我覺得都熟了很多問題 雖然你說現任領導 是這次或者對上一次 那個評分都有在升來升上升 但似乎香港人整體 都是對一些已經落去任的前度領導人 那個觀感是更加正面的 就像朱鎔基一樣 這個正面也都不單純是因為 最近水災他的相片出來了 都這麼簡單的 我們之前那幾次的調查 其實都見到朱鎔基的評分都是 就是香港後面有一個圖表 他的分數都是長期 都是在最頂的藍色線那裡 這也是一個長期的事實 好 或者看看現場有沒有其他提問 好 現場就算沒有其他提問 郭志 有沒有最後一題嗎 沒有 沒有 沒走 但你看 有沒有意外 如果沒有特別其他提問的話 我想我們今天發布到這裡 今天再次多謝梁美少 我們研究所星期五 是會有下一次的最新發放 亦都是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 最新結 今次是有關新的選舉制度下的 一些選舉分組 去分組選舉的一些 最新意見調查 到時大家都可以留意 時間是星期五的下午兩點過 今日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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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拜拜 謝謝 謝謝